他18岁时就继承了巨额遗产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身价超200亿美元的超级富翁 之后他挥霍无故20年 个人财产却不减反增 把他送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 他高大帅气年少多金 是164位好莱坞女星的入墓之丁 最年高时期脚踏巴士高传 而且他还是个大发明家 11岁时就搞出了无线电台 12岁时就发明出了驻动零子行车 世界上的第一颗同步卫星和登月探测器 也都是出自他的手臂 在接触过他的人眼中 他既是才华横移的天才 也是丧心变黄的疯子 为了追求极致 他多次驾驶飞机 打破世界纪录 完全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位 漫威之父斯坦里底下钢铁侠的原型 身兼导演演员 飞行家 工程师 企业家 花花公子 芳心做伙伴 数值的世界第一败家子 霍华德·修斯 1905年12月24号 霍华德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 租修斯顿的富商家庭 附近是一名石油大亨 还是修斯工具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霍华德算是直接就出生在了罗马 但和许多喜欢社交炫富的二代们不同 霍华德性格比较内向 甚至可以说是古匹 连血也不愿意上了 不过霍华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非常丰富 没事就喜欢搞些小发明 11岁设计出了第一个无线电台 12岁又发明出了第一辆入动力自行车 13岁时他已经能够自己组装摩托车 14岁时霍华德就已经想上天了 开始学习飞机驾驶 但天有不自风云 或许是上帝看霍华德的人生过于一帆风顺 于是给了他点考验 霍华德16岁时 他的母亲就在一场手术宫死于麻醉事故 18岁时他的董事长父亲也因为心脏麻痹去世 霍华德在自己刚刚成年时就变成了一名孤儿 而且霍华德虽然失去了双金 但并没有顺利继承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 因为根据规定 他的亲戚会拿走25%的股份 而且霍华德要到21岁 才能民众年顺的继承这份产业 而他的亲戚也点红他家的财产 提出愿意帮霍华德管理 这要是换成一般的小孩 可能就只能乖乖认了 但霍华德非常聪明 他明白自己一旦松口 那父亲留给他自己的这些钱 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于是他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提前继承遗产 之后他又以一定的溢价 买下了亲戚手中的全部股份 就这样霍华德在18岁时 就成为了公司的全资持股人 身价高达200亿美元 属于霍华德休斯的传奇人生 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继承遗产后 霍华德立刻成为了 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再加上他1米93的身高 和英俊的外表 说他是当时美国第一高富帅 也毫不为过 但这时候霍华德毕竟还比较年轻 不想被公司繁琐的事物绑住 于是在找了个专业的经理人帮忙打理公司后 他扭头就扎进了好莱坞 开始当起了投资人和电影演员 1924年19岁的霍华德搬到洛杉矶 一口气买下了125家电影院的金融权 并开始学习如何拍电影 1926年霍华德投入了8万美元的导演的处女作 《花花兵子》和英 拍摄完成 当他兴奋的拿给好莱坞当编剧的叔叔尽赏时 没想到叔叔却毫不做出的告诉霍华德 你拍的就是不烂片 霍华德当时毕竟还比较年轻气盛 于是一气之下把电影的胶片全都烧了 8万美元就这样打了水漂 树枝不利的霍华德 痛病思痛决定在合作中学习 于是他找上了在好莱坞广荡过年的著名导演 刘易斯·麦尔斯通 并和他一起拍摄了喜剧电影 《两个阿拉伯骑士》和《黑帮片》 《非法独立》 结果航官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这两部电影双双获得了第一届奥斯卡的提名 前者甚至还帮刘易斯拿到了第一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而在拍电影之余 霍华德也没到了顺便结识一些好莱坞女星 据不完全讨计 霍华德先后交往了164位好莱坞女星 所以电风时还脚踏80条船 而且这些女星也不是什么实发现小艺人 有许多都是当时的点油 比如美国最性感的女星 艾娃·加德纳 爱神利塔·海华斯 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 凯瑟琳·赫本 好莱坞传奇女星 简·拉塞尔 第3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苏珊·海华德等一众一线女星都与霍华德有爱美关系 此外埃及艾后伊丽莎白·泰勒也曾与她传出过绯闻 她还对泰勒的母亲说 只要你答应让泰勒嫁给我 我就给你一百万 但外貌和金钱虽然能让霍华德在好莱坞混得如鱼得水 但想要真正征服好莱坞需要的还是一部好的作品 于是由霍华德自导自演的美国传奇电影《地狱天使》就这样诞生了 1929年从刘易斯那出师的霍华德决定拍摄一部名为《地狱天使》的空战电影 作为自己在好莱坞的代表作 为此他投入了足以拍数十部电影的巨款 光是一个战斗画面 霍华德就直接花了30万 找来了1700多名曲面 此外空战自然少不了飞机 霍华德干脆一下买了87架飞机 还花40万建了个飞机场 为了让电影更加真实 霍华德甚至毫不犹豫地炸毁了自己那艘价值50万的豪华游艇 事后统计霍华德为了地狱天使 共投入400多万美元 实用的胶卷长达1000公里 而且我们之前也说了 霍华德这是自导自演 所以他不光出钱 还会亲自上阵 在电影开拍前 霍华德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那就是要么不做 要么就当第一名 因此他在电影中给飞行员们设计了许多危险动作 结果在拍摄过程中就出现了事故 有三名飞行员因意外丧命 之后无论霍华德开出怎样的高架 其他飞行员也不肯接这个活了 无奈之下霍华德心一横 既然你们贪生怕死 那我就自己上 于是霍华德亲自上阵 完成了许多惊为天然的特技表演 但他也在一场意外事故中 掉下了飞机 摔出了重度脑震荡 所幸霍华德获出幸运的表演 让这部电影大获成功 影片上映后立即在美国紧起了轰动 剩下800万美元的票房记录 还获得了第三届奥斯卡的提名 但正当大家以为霍华德会继续在好莱坞 大放逆彩时 他却在拍摄地域天使的过程中 找到了新的理想 当一名世界顶级的飞行员 1932年霍华德在一次全美短程飞行比赛中 获得了冠军 但他的记录在不久后 就被另一个人打破 这让霍华德感到非常愤怒 认为一定是自己买来的飞机飞得太慢了 于是就在1932年 霍华德创立了修斯航行公司 打算自己来设计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飞机 之后的数年里 他都成名于设计K8HE新型飞机 为此他在加州大学进行了数十次风动实验 对飞机的每一个零物件都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最终在他的不幸努力下 世界上第一架无缝流线型飞机 修斯一号成功面试 而这架飞机也在之后陪伴霍华德打破了许多世界记录 霍华德第一次飞行驾驶修斯一号就创下了每小时566公里的世界记录 之后又亲手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将世界记录提高到了每小时567.12公里 两年后霍华德又驾驶改良版的修斯一号 用91小时完成了环球飞行 再次打破世界地录 而他也因此被称为环球航空公司之父 到了这时候 地球已经装不下霍华德天马行空的幻想了 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无垠的太空 拉扯全公司的人开始研究航空卫星 1939年以来 修斯航天公司设计出了世界第一颗同步卫星 第一台登月探测器 第一艘无人太空船 直到2000年 全球依然有40%的在意卫星都出自修斯航天公司 连美国宇航局都需要找他商量合作 就这样霍华德一边实现自己的理想 一边靠着航空视野赚得盆满钵满 最终在41岁时成为了世界首富 随后霍华德又自己复建了一个非免疫性的医学研究所 在细胞生物学 免疫学 遗传学 神经科学等领域都成果悲然 为人类医学的进步提供了不小的助力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霍华德还是一位成功的演员 投资人 企业家 飞行员和花花公子 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评价他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 但霍华德虽然在人前风光无限 无所不能 在人后却经历了许多痛苦 晚年生活更是有些凄凉 毫无疑问 霍华德是幸运的 他从出生以后就拥有了许多人一辈子难以企及的一切 但在得到这些东西的同时 也让他的感情之路变得颇为坎坷 霍华德一生共经历了两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名为艾拉莱斯 但霍华德的完美主义和强迫症让艾拉渐渐难以忍受 最终选择了离婚 之后霍华德又与简皮特斯有过短暂的婚姻 但同样以失败告终 而且在这两段婚姻中 霍华德都没能留下自私 此后45岁的霍华德独自一人住到了 这里圣地亚哥附近的一块沙漠中 过上了离群所居的生活 在独居的这段时间里 霍华德染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常常做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举动 比如他每年只剪一次头发和指甲 喜欢尿在牛奶瓶里等等 随着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甚至要靠吸食毒品才能入睡 此外晚年的霍华德皮肤变得极为敏感 一旦与人产生身体接触就会疼痛难忍 最终霍华德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世界顶级富二代 变成了一位体重只有42公斤 每天只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空潮老人 1976年4月5号 霍华德打算回到自己的家乡修斯顿 但还没等到到达目的地 霍华德就已经在飞机上忽然尝试 小年71岁 纵观霍华德的一生 有人认为他是绝世的天才 也有人认为他是幸运的疯子 或许这两个评价都没错 因为天才和疯子往往只是一线之隔 但毫无疑问的是 霍华德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无论他18岁就继承了天价遗产 还是靠着拼命三郎的劲征服了好莱坞 亦或是为了自己的飞行梦不断的突破人类的极限 都值得大叔特殊 也难怪漫威之父斯坦尼会以霍华德为原型 创造出了日后我们所熟知的超级英雄钢铁侠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你认为霍华德修斯是幸运还是天才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知错不易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关注点赞准发三连下 一起了解更多国外大佬的神奇故事